離開張家界來到附近的鳳凰古城 和張家界的壯觀不同 古城那種順暴精緻的風格 和妙族人的優先熱情 讓我感覺到另一種感動 都是師父教的 哎喲 來到鳳凰古城 當然要做一次武林小俠 還吸引到很可愛的妙族少女 帶我到處走 如果他們現在兩個同志跌落水 我救誰好啊 晚上的古城亮燈 五光十色 當然要搭船和去清巴 享受這裡的夜生活 吵聲的朋友 Hello 張家界距離鳳凰古城很近的 每天有十幾班高鐵連接這兩個地方 由張家界西站坐高鐵去到鳳凰古城站 不用一個小時就能到達了 在香港的時候可以選擇在鳳凰古城直接出發 搭高鐵 不用特地回去張家界西站 在張家界西站回去的列車 就是下午3點4左右出發 又或者在鳳凰古城站開的列車 就下午4點3左右出發 搭這個G6079號班次 回到香港西九龍淡的時候 就大概晚上10點左右了 這輛車早出晚季 又不用走回頭路 這樣就可以用盡時間去玩了 鳳凰古城就是1704年起號 在滬南十大文化遺產之一 曾經被外國作家稱為中國最美麗的小城 和雲南的麗江古城 和山西的平遙古城齊名 擁有不平遙南鳳凰的美語 整個古城被陀江貫穿 兩岸的土家吊腳樓群 全長240米 是清朝和民國初期留下的建築 這裏是鳳凰古城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 雪橋 劉易飛拍那套很有名的仙劍電視劇 都是在這裏取景的 被陀江一分為已的鳳凰古城 就當然要起一條橋過河了 2011年4月中國畫家王永玉 捐了1100萬人民幣 親自設計和建好了風雨雪霧 四條橋那種仿古風格 和四周圍的吊腳樓很配合 而四條橋裏最美的雪橋 成為了鳳凰古城的地標之一 它就近古城的北門 除了過橋之外 亦都是最美的打卡點 不知道在這裏 會不會遇到我的仙女姐姐呢 一看就知道 我準備好去英雄救美吧 我來了 整天聽到有人說 世界的人會認識鳳凰古城 是由沈松文開始的 正所謂一方山水養一方人 鳳凰古城就是中國著名文學家 沈松文的家鄉 它也經常以家鄉為創作的靈感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 慕名而來到這裏 鳳凰古城也是很多影視作品取景地 有1984年沈松文小說改編的電影 2009年的仙俠古裝劇 也是在這裏取景的 古城也因此而聲明大躁 仙女小姐姐就找不到 不過遇到很熱情的苗族小姐姐 你們好 你好我是奧倫 你們是外地人嗎 不是 我們是本地的 本地的嗎 本地的話 那有機會是苗族或者是獨家獨人嗎 我們是苗族的 當地的 當地人 對 那就好了 這裡附近有沒有好吃的東西 或者是一定得要去的東西 來到鳳凰古城 吃的話我覺得 翠翠苗餅 手推 喝的話就是喝那個 糯米甜酒 糯米甜酒 是的 大地人都喝這個 譬如說我今天穿著這樣 那打卡的話你們覺得哪邊比較好的 我們本地的 一般都去那邊 就是那個跳岩那個地方 拍照的話很好看的 這是必須的活動對吧 對對對 這樣就是一格格的那個 對對對 就是那石頭 對就是那石頭 一格一格然後你走過去 去玩了 當然是問當地人 駝江跳岩 就是這裡的特色 由兩排石頭 形成一條通道 連接兩岸 在清朝的時候 它就是進出古城 其中一個出入口 依然就會踩著岩石 跳著過河 而因為這樣 所以叫做跳岩 有人掉下去過嗎 也有 有嗎 那怎麼辦 那個水也不是很深 也很深 對 還有我們就是晚上 如果你想做一場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做那個 河江泛舟 然後去那裡去游河江 兩人來玩的 如果他們現在兩個同志滴下水 我教哪個好啊 弄濕套衣服 要賠兩塊幾水 還是不要搞那麼多 還是讓他們安全過去先 前哥 剛剛那兩位苗族小姐姐 告訴我 他們是從來大的 最本地的苗族人 而為什麼鳳凰古城 這裡活那麼多苗族人 因為以前在城的周圍 都是苗族的聚居地 而他們的苗族人 慢慢搬進城裡面 現在已經成為佔城裡面 人口比例最多的一個族群 鵝江這裡每晚的七點半 兩邊的吊腳樓和他的橋 就會開啟所有的燈 但是如果想一次過 看完最漂亮的燈色的話 一定要搭這個鵝江遊船 除了看夜景之外 他中途就會經過傳統表演 和激光表演 現在 鳳凰古城 在日頭的時候 很莊重 很秀麗 一到晚上 整個洞都轉了 很有能力 如果想看到 古城最棒的夜景的話 當然要搭河江遊船 順著水流去 所以欣賞到兩個 很啵啵啵的吊腳樓 現在呢 我終於明白 為何剛才那兩位 迷族小姐姐 會叫我一定要搭這個 婆幫遊船 搭這裡 除了看夜景 還有很多人打卡 我還看到很多民謠的酒吧 他們全部都在唱不同的流行歌 令我有點口癢 他們很想唱這首歌 遊船的位置很容易找 由北門碼頭上船 沿途穿過紅橋、風橋、霧橋 還有數之不傳的燈光表演 直至去到東門之外的萬壽公樂船 船程大概15分鐘左右 男性的浪漫就是豆腐果爛辦 在這裡我找了幾天都找不到 不過去旅行的浪漫就是獨處的時間 這裡有 有,有時去旅行就是為了給自己的新心靈放假 好好休息一下 有時一大群人去旅行 為了用盡所有時間 追車趕進度去不同的打卡熱點 不睡覺早起床 有時會搶一個班 有人去旅行喜歡熱鬧 但我挺享受一個人去旅行 因為可以用自己的節奏去看這個世界 對嗎?當我用盡我身為伊人的能量的時候 就會找一個沒有干擾的地方休息一下 和自己相處 在鳳凰古城的江邊 有很多民宿和酒店 因為在那裡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 和享受那種熱鬧的氣氛 但我這次就選了一間 靜一點有神怨設計的民宿 享受一下me time 但是 一個人去旅行 就是這麼捨意 在鳳凰古城裡面 竟然有個這麼冷靜的地方 它還要是距離浦江三分鐘的路程 一來到這裡 我整個人都覺得很平衡 因為去江邊 它有很多民謠的酒吧 其實也會有不同的音樂聲 氣氛好的 不過有時 偶爾也要有這麼靜的環境 才可以 如果你去旅行的時候 覺得住的地方要安靜 不想那麼吵的話 來這裡就適合了 這間民宿的老闆 還很喜歡收藏很多雙身有關的古董 例如一進門口的時候 我看到這張桌子 誰知道老闆原來跟我說 這裡是一扇門來的 這個是以前雙西傳統人家 每家每戶都是用這扇門的 他就拿回來 改裝了 做了一張桌子 不過老闆都說 他買回來之後 其實有清潔過一次 還有日常都會做不同的維修 他是一個很愛古董的人 我要向他好好學習 如果日常和夜晚的鳳凰古城 其實我喜歡日常更多 因為夜晚的鳳凰古城 我覺得是 它開曬燈 有一種很現代 很曬包香 很熱鬧的感覺 但是早上那種日光曬下去 那種休閒 古色故鄉 就是我們看詩詞歌符裡面描寫的那種感覺 我是喜歡這種清優的感覺多些的 一個人旅行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不想去那些景點逢人逼餐夢的話 就可以鑽洞鑽 去那些橫街宅巷找小店 深入體驗當地文化 在鳳凰古城這裡 有很多穿著苗族服裝的小姐姐 看得我有少少尷尬 但是 穿著苗族服裝的飲品呢 就怎麼看都行 還可以 鳳凰古城 就不止野飲有特色的 很多小食都充滿著苗族的風味 沿著小路走 只要聞到一股野食味 你就知道 是時候開餐了 這間店面很有趣 老人家 加上小店 這個配搭 通常是最老口的味道 蘭蘭你好 我可以進來聊一下便嗎 可以 可以 感謝 人美就是心善 心善就是才人美 做真意就是這樣 在很遠已經聞到那個香味了 香味 蝦餅了 做蝦餅是我做的出名 現在很多的甜品就是蝦餅了 都是蝦餅 你做出名 難怪那麼香 那你是在這裡長大的 是啊 我是本地的 本地 那這裡是苗族 你是苗族 我是苗族人 你是苗族人 所以這個是苗族的傳統小吃 對 對 那是第一道耶 是啊 我做了十幾年了 今天六十五了 怎麼會六十五 你看起來頂多也是五十而已 六十五 這個 這個是跳跳的 對 那那個蝦 你是煮的時候才放進去嗎 對呀 把蝦餅放進去 就跳 放在蔥花 唉 唉 夠漂亮 漂亮 要多一點麵 這是麵粉 自己做的比較香 我覺得 自己做的比較香 好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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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油一開 就放進去囉 嗯 我做一個 你還做一個 可以嗎 可以的 不可以的 呀呀呀 彈筷筋盈 彈筋盈 彈筋盈 是他才成盈 對啊 才在筋盈 啊 還會浮起來 啊 對啦 你炸這個 特別好看的囉 都是師父叫的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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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炸多久 不要炸多久 有些火炸的了 幾分鐘就好了 對 看它金黃金黃就可以了 對…炸得金黃金黃就可以了 我問他要炸多久 他說沒有的 火牛大一點就快一點 小一點就要炸久一點 所以主要靠眼力看色水 這些是經驗之談 可以吧 可以了 你炸得好 漂亮的 謝謝… 你第一次炸得到 炸得那麼漂亮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謝謝… 這個炸完以後 是直接吃嗎 還是要弄這個 直接吃 要吃辣就加辣嘛 不吃辣就不要加辣 那奶奶你吃不吃辣 吃辣 我們是牛頭 我們在這裡夫男 一定要吃辣的 那我弄一個辣的 這樣加嗎 吃辣就加辣椒 夠嗎這樣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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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奶奶 對 辣的 特別好吃 來 這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嗎 是鮮肉 是啊 她媽媽婆婆真的很熱情 又讓我進去聊天 又讓我自己做自己的蝦餅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小店的人情味 是嗎 老闆老闆 我被小叔來的 噓 噓 我小知道了 馬上就來 感謝 原來真的可以的 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所有的好處都要扔掉 這間店上網做個研究 很出名的 你說暗號就會有贈品 老闆娘 懂得做啊 不怪自己是社交媒體 這麼出名 不單是我的 還有其他客人 都特地來到這裡朝聖 我不是為了贈品來的 他們的招牌小吃才是重點 鳥餅是什麼來的 是我們鳥家特色小吃 用我們高山大米和深山野菜 莫加而成的 鳥做人的日常飲食 以米、粟米和新鮮蔬菜為主 將野菜和米糊攪勻煎成苗餅 再加入豆皮、薯仔和煎蛋等等 做成這個湖南版的Burger 苗做人相信 食醬精豐收的食物 是會帶來好運的 所以苗餅 亦都被視為吉祥的食物 而且我們這個石墨 還是用我們這邊的礦物製作的 讓它身體好 我們這邊那個豬砂很有名 有一點點 所以野菜跟大米 用這個有豬砂的石頭去磨它 磨它 看上去就很有食慾 綠色很健康的感覺 純綠色的 而且我們這個野菜是深山野菜 它一年四季都有 只要不缺水 謝謝 其實整個餅的口感和味道 都像酒樓喊的海鮮餅 只不過沒有了海鮮的鮮味 取而代之的是鹹味 是來自它的手工豆皮 其實拿到什麼好處 本身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舔到盡那種成功感 很難得一資工出來旅行 還要我本身是一個超級衣的人 沒理由在民宿一個人自己吐 當然是出來酒吧 喝東西和認識新朋友 鳳凰古城的陀江兩邊 有很多不同的民謠清巴 但畢竟這裡都是旅遊區 所以價格總比外面貴少許 如果怕的話 就可以看清楚價錢先進去 不喝酒的朋友也不要緊 每一間民謠清巴 都有駐場歌手 你可以進去聽歌 認識新朋友 和欣賞江的景色 聽著駐場歌手唱歌 真的很有感覺 不行 是時候發揮我的社交實力 去認識新朋友 一起喝東西 一起聊天 去過一晚 不單止口渴 好像還有點口癢 沒有 是 嗨 你們好 小花菜 你們要聽誰的歌 聽到比較多嗎 聽什麼歌 對啊 我聽廣東歌 慢慢來唱歌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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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被人Q上台唱歌 真的有點緊張 還要個小姐姐 很放心地把舞台交給我 原本還擔心呢 台下的觀眾會嫌棄我 不開心 但我錯了 這麼昂古城的朋友 還玩得放過我 我真的很喜歡 在台上唱歌 講故事給大家 等待 右邊有個穿電療 穿服裝的男生 我看著他 和他互動 他那種熱熱的眼神 是真的覺得 我們一起玩 我們用歌交流 那種感覺呢 令我越來越投入 在錄片時度 就讓大家開心 看看我有多麼狂犯 看看我最終得告了 全場大唱 全憑無人著的 很久都沒有唱過歌 已經忘了在舞台上表演 和觀眾用眼神交流 一起合唱和互動的感覺 想不到在鳳凰古城這裡 可以讓我重新體驗一次 果然去旅行 認識到新朋友 一起玩 真的很棒 很棒 下一集就去成都了 來到四川的成都 最重要的是在大熊貓 一大早就去到園區 人山人海 看熊貓之餘 亦都看人頭 只躺在這裡睡覺 都這麼多粉絲 還是下次我回一集 睡覺給大家看呢 來到麻辣火鍋之都 哪有得不吃麻辣火鍋 成都人打火鍋 是不是都是這麼防夸的呢 這間火鍋店 容納到一千人 除了船上包奸之外 還有古樓遍山的房 打火鍋 還要在這裡睡覺 真的那麼浮沫 原來蘭桂坊 只在香港有 在成都都有 還要連晚日都 Frew booking 感谢观看